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争夺王位的有力人选 胖公主的优势很多 她是国王和原配搜上网离王妃唯一的孩子 也是几个子女中从血统来说最尊贵的一位 优秀如她有着丰富的学识和公务经验 早就是王室第三代中公认的担当人物 只一点那就是她42岁未婚 未来在子嗣传承方面顾虑颇大 而提胖公王子则因为是男性深寸 所以在继承人顺位上高于姐姐 但已经快16岁又续续障碍症的她 至今没在公开场合上发言过 也让不少的王室粉丝都对她今后的公务能力 十分怀疑和担心 迈进新年 她公主的出露面曾让人大吃一惊 她心紧了短头 参加了王室佳季活动 根据时候公主本人在平台上的解释 因为父亲前些时候为她提升到了上将头衔 要接受繁重训练的她才会想到剪去头发 这样呢会让她精力更为集中 王室佳季这类向祖先汇报的活动 国王忽略了她唯一的儿子替帮公 却只让女儿怕公主参加 毫无疑问她目前越来越被父王看中了 不仅如此王室办公室还上传了公主高空跳伞的视频 要知道国王本身就位优秀的空军人才 并且长期身兼高级职位 哪怕68岁都还时不时的亲自驾驶飞机 就连苏提大王后和施妮娜贵妃都曾在她的亲自指点之下 掌握了相当专业的技能 因此公主能够在英姿萨爽的在蓝天翱翔 这背后也是老父曾对她的阴阴期盼之情 不少王室专家以及爱好者都在推测 泰王如此培养大公主 是希望让她当第二个施灵通 任劳任怨地留在王室 今后好辅佐平庸的弟弟提帮公 但就我的看法 泰王的打算或许真是如此 可怕公主未必就真的甘心当弟弟的垫脚石 奉献出自己的余生来帮助她 作为泰国王室子孙里地位最尊贵的帕公主 这么多年她的目标其实也是直指宝座 而国王迟迟不肯立处 则给了她更多的希望与信心 泰国王室早在普密皇国王时期 就允许女性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因此施灵通公主当年才能和马哈以南女王主的身份并立 从这点来看 帕公主尚未没有阻碍 可比隔壁间的日本皇少顺利多了 马哈能尚未除了她是男性之外 她贵为申灵通 修长的身份也起到了关键 而帕公主则要比弟弟年长27岁 哪怕是从长幼来看也是顺利成章的 再者 帕公主与提帮公王子基本上就是两代人 两人只是同父一母的姐弟 彼此间也缺乏了了解与信任度 她也实在没有要谦让王位的感情空间 帕公主的母亲搜上碗莉王妃 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栓埋在王宫里 推动她唯一的女儿登上王位 这强大的母系家族号召力啊 远远超过了亲生母亲相阿米失事的提帮国王子 帕公主苦等多年 甚至放弃了结婚的打算 秀可知她那些是当断则断 好不脱泥带水的性格 王位单子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使得她不可能真的愿意甘心辅佐弟弟 成为背后看不见的人 被逐渐忽略的提帮公王子 以及越来越受国重视的帕公主 这对姐弟之间无形的文卫争夺战正憨 谁将走到最后 我们也只有拭目以待了 接下来是苏提打王后服软了 举杯庆祝仇性获宠 69岁太王却闭眼视而不见 苏提打王后一直是一个很聪慧的女人 但是这样高情商和高智商的女人 也有意识被迷住眼睛的时候 在圣尼娜贵妃付出的时候 不断的阻碍 后来王室专家称 希朗米有望付出的时候 希朗米的赤身喂狗兆又被高悬广场 虽然没有劝责的证据证明是谁做的 可普遍认为是王后的手笔 而她的这些举动都是源于对自己地位的维护 但是这些举动给了太王敲打她的理由 苏提打王作为王后而言确实无可挑剔 但是作为马哈的妻子 却不够符合她的心意 马哈国王对权力有着极致的追求 当初亲妹妹施灵通公主成为王储之后 俩儿的关系急速恶化 甚至施灵通公主在一段时间内穿上了防弹背心 被质疑原因是来自王储的威胁 而久违太王的后宫 对于马哈来说 她不需要一个对权力有眼线的女人 而是一个安育王室可以帮助她塑造形象的女人 若是谁准许对方掌握权力 当初的宋飞才是最好的人选 苏提打心中有些许的委屈 但是在面对太王的时候 只会展出自己笑容的一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带之后 苏提打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面前这个男人 才是掌握她未来生死的人 在王室中拉拢再多的人 吸引再多的粉丝 也无法和她的一个决定对比 尤其是士尼娜贵妃 想要逆袭王后的那一段时间 苏提打得到施灵通公主和帕公主的支持 最终还是落的一个连续四十多天 不知所踪的下场 如今苏提打王后好不容易再次露面 自然是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尽管内心或许对太王的决定 还有一些不满 但是仍旧在公务上挤出笑容 并且主动举杯来庆贺 但是69岁的马哈国王 并不是很配合王后的举动 低头闭眼 并没有以往对苏提打的那种热情 马哈国王似乎对塑造一对NF7 已经失去了兴趣 他更加在意的是 对自己权威的维护 想要给敲打苏提打 就不顾及外界的看法 苏提打化身柔情小女人 面带笑容主动举杯邀约 69岁泰王无动于衷 苏提打王后是公认的端庄有气质 但是苏提打更多的是端庄有余 缺乏女性的柔美 而施妮娜之所以如此的 受到泰王的宠爱 通过她公务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时时刻刻以泰王为主 将她捧上天 但是苏提打更加的独立干脸 而如今她转换了一定的角度 化身柔美小女人 对泰王露出笑容 在泰王观看影片时 苏提打时刻为泰王捧场 王后有一点做得非常好 从过去到现在 她都十分的谦卑 行礼下跪从不含糊 近日陪同泰王一起进行 手续仪式的时候 更是长时间的屈膝送泰王 时光很无情 过去的泰王还愿意配合苏提打 来人的笑容十分甜美 但是如今苏提打颇有一种 唱独角戏的感觉 不过苏提打可不是简单的女人 她可以随意地更改自己的人设 当泰王喜欢温柔小女人的时候 她也可以变成这个类型 只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太累了 如果苏提打没有成为王后 以她的能力和颜值 足以过的每日都是开心幸福的生活 但是却选择走这条崎岖的道路 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真正稳定